冯申君先生 1932年出生于香港 自幼年起 既接受私塾式教育 又接受新式教育 20世纪40年代 香港沦陷时 冯先生的父亲 曾被迫要求 参与维修日军舰船 然而他不肯屈从 借故称病离开沦陷区 带着年仅9岁的冯申君 举家北上广州 冯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了 父亲的民族气节 因而心中 一直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 冯先生为人至孝 向大宇山宝莲禅寺 捐赠善款 借此为母亲的养育之恩 请经 又向香港基督教信义会捐资 用其父姓名冯毅 命名社会服务大楼 以纪念父亲的教养之德 冯先生因为自幼 接受传统教育 深感国学 是民族立足之本 一贯以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为己任 冯先生在祖国内地 一再捐资兴建学校 图书馆 及医院等公益设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8年 冯先生与夫人豹俊平女士 一同发起成立了 非牟利慈善机构 冯申军国学基金会 担负起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 2017年初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冯先生响应国家号召 在北京宣布启动大成人才培养项目 2018年 先生捐资1亿5000万元人民币 大力支持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开展项目 并资助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以培养国学研究人才 以及各级国学老师 冯先生的眼界并不局限于校园之内 而是广及社会大众范围 2015年底 大力推出公益视频节目 《清谈国学歌风雅》 以国学专题形式拍摄 制作多期短片 拍摄地点遍及中华大地 及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地区 结合经典国学历史文本 利用音乐 诗词 解说等相互搭配的方式 藉由网络多媒体传播 让公众借此 获得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 2017年9月开始 该节目获得香港中联办教科部 及国家文化部港澳台办的大力支持 使得节目在各地的取景拍摄 更加方便和自由 老纪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冯先生虽然年事已高 但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未简淡 对民族家国的申请更是日益浓重 先生与夫人同心同德 立志为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鞠躬尽瘁 以报效国家为终身理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